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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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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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翁章良宣布参选嘉义县长 一代来站台 旁边两位手牵在一起的陈其迈林佳龙 一个要参选高雄市长 一个要竞选连任台中市长 两位哥俩好的感情 要从学生时期说起 在人群最前面拿着麦克风 但那颗招牌西装头和斯文气质 从二十几岁到现在都没变 他就是林佳龙 这时的时空背景是台湾第一件 大规模学生抗议运动 1987年5月11日 台湾大学的自由之爱 林佳龙开始展露头角 后来成为1990年 野百合学运发起人之一 而这一位穿着野百合T恤 戴着一副大眼镜 头上绑着白布条 他是陈其迈 比现在瘦了好几圈 留着胡渣的脸庞 和林佳龙比起来 模样是叛逆了许多 但两人都因为学运走上政治路 警察驱离喷水车 你就跑给警察追啊 现在说来好像云淡风轻 当年的叛逆男孩 蜕变成现在的高雄市长候选人 陈其迈 中间的政治力量很漫长 先抱歉一下 因为比较止痛 所以今天记者会 能够剪短的话 就麻烦各位一下 一边说话还一边摸摸脸颊 这是担任行政院发言人的陈其迈 因为我看你是问我 但是眼睛是看他 是问我没有错吧 我牙齿痛啦 但是眼睛还是很正常 冷面校匠逗得台下媒体哄堂大笑 足见好人员 行政院发言人这个位置 也是陈其迈和林佳龙 两人的交汇点 代表执政党团发言 所以当发言人 应该是驾轻就熟 前后任发言人 肩并肩开记者会 林佳龙 2005年县市长选举 民进党新生代拍广告 他们都结伴演出 哪里也把它卖888 把它怎么会这么贵呢 数到三一起剥头发耍帅 颇有架势 默契一流 而两人的缘分还没完 当时记者口中的负密 就是陈其迈 而总统府负密书长的位置 则由陈其迈手中 交给林佳龙 两人的经历 从行政院发言人 总统府副秘书长 到立法委员 都一模一样 院长 我要从你下来 我坦白讲 这件事没有人负起执任 全部装夺责 你就要负责 你我再给我答悲所问 假如 我真的请主委 会把你抬起来 这是问政风格 呛辣的陈其迈 你我都很熟悉 但指着官员 鼻子大骂的林佳龙 可就很难得 从学运出身 政治历练完备 林佳龙和陈其迈 不但在政治路上 互相扶持 如今也在 九合一大选 并肩作战 三零新闻 陈其远庄会起 他不到